大家好,我是曹君,我也来了 今天的话股市长得不错 特斯拉的话今天也有拆股的消息 我觉得特斯拉空头的愿望终于可以达成了 可以看到300以下的一个特斯拉了 我觉得一拆四一拆五的话 这个可能性的话是比较大 甚至于有可能会拆更多 不过随便拆多少 我觉得300以下的特斯拉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今天其他一些科技股 今天整体来说科技股都是不错的 然后整个币圈的话也是长得不错 所以这期视频的话是这样 我选择帮大家这种心理的 可能有很多小朋友现在已经有一些 默默的比较躁动的一些做多的一些情绪 我试着今天说完这期视频之后 帮大家把这个躁动的一小撮苗子 然后去泼一盆冷水 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 没有被很多朋友的一些新闻所转载 今天其实蓬勃里面也没有非常多的提醒 主要一个原因还是因为今天股市的话是上涨 所以没有一些非常负面的消息被重点拿出来说 但是这一条消息 我今天所讲的整个视频的这一个内容 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引起这个重视 不是非常好容易理解 因为我确实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和做这个基本面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风险是我们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面必须要关注的 那么而且我我主要今天这期视频做完之后 我希望大家那么起码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面 仍然可以保持一颗比较谨慎的一个心态 那么再看今天视频之前 我准备内容之前的话 正好先回答昨天一个小伙伴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不是他一个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啊那个小伙伴的问题是问我 他说前段时间我是看空的 然后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涨幅有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想说一下我在11月底做视频 我觉得美股可能会有更深度的一个回调 和我在比如说两个星期前 我觉得那么从技术上来说的话 那只可能在可能在短期之内的话会有一波反弹 这两个观点其实是不冲突的 一个是从技术上去看 一个是从宏观上去看 宏观的话 你看的时间线肯定是更长 而技术上的话 你可能看的时间线就比较短 那么取决于你用的是什么周期 所以我每次在和大家分享 我对整个市场接下去的一个走势的一个看法 我都会给大家一个时间点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说一下我对就最近一些股市的一些看法 其实我这几天这几个视频 我一直在和大家分享 我对市场的是一个情绪面的一个感受 包括gme amc的一个出现 wsb的一个出现 我觉得就包括这段时间的一个走势和 三个月前的一个走势完全是不一样 三个月前我们都是长一两天 第三四天 每次都是sell the wrap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的节奏是改变了 而正因为这样一个节奏的一个改变 才会使很多的一些空头慢慢的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可能会觉得哎 是不是这一波涨幅的话会会涨得比较好 是不是这一波回去真的还真的能去看能去破新高 那么这些情绪面是要慢慢慢慢改变回来 包括从技术上慢慢的要占回200日经线啊 50日经线啊 那这些的话都是需要时间去消化 包括这些其实都是空头和多头之间博弈的一个结果 那么但是这些改变的话是我们应该能感应应该需要感受到 然后对于近期的一些走势的话我仍然是保持谨慎看多的一个看法 那么但是介于最近的一些上涨的话我宁愿选择慢慢的开始选择减一点仓 选择去止盈一些自己的仓位 那么然后在他可能会回在他回调的时候 然后再选择再进行借仓进仓或者说再进行加仓 那么因为我个人的看法不管是短期之内这一波回去 不管是abc的一个回调还是说12345的一个上升 那么再去破一个新高 他必须会有一个回调那所以一定要耐听现在在这个位置再要追进去再去追涨的话 我觉得这一个那么利润和风险的一个配比的话其实是不划算的 那么起码从短期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我是这么觉得好吧 然后啊还有另外一个小伙伴问我一个问题 然后今天我拿了一张截图 他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啊 我一直看的是十年和两年美债的一个利差 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利差的话可以去看的 有就整个市场上看的比较多的看的最多其实十年和两年的一个美债利差 然后是五年和三十年的一个利差 那么然后还有三个月和十年的一个利差 我主要是想说一下啊 这一个三个月和十年美债的一个利差 其实啊美联储的话 我有一个地方的一个联储他们其实以前写过一篇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说明的就是十年和三个月美债的一个利差 其实是对于recession对于经济衰退是有一个执行作用 这是美联储自己的一个研究报告 那么但是啊十年和三个月美债的一个利差和十年和两年美债的一个利差 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差的话就差的一个是看两年一个是看三个月 那其实非常简单 两年的话其实就是反映了整个市场对于美联储觉得两年之后美债的一个利率在哪里 那么而三个月之后的话就是三个月之后 这是非常就是表面非常简单的一个理解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美联储在一个加息的一个过程之中 所以美联储只需要通过他们对市场去释放一些信息 释放一些他们的一些意愿 两年的一个美债利差两年美债的一个利率 他就会上涨 那么这边我和大家举个例子啊 我们现在去看整个市场上其实到2022年底的话 市场其实觉得美联储的一个隔夜率的话 可以到达250到275个基点 那么什么概念就是从今天开始 接下去的六次美联储的会议他们要加息九次 那么这就意味着九次会议啊六次会议里边 起码有三次的话必须要加息50个基点 那么这也完全符合了前段时间啊 应该是City Group他们所给市场带出来的一个讯息 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些信息的话不会是无中生有 那么而非常有可能他们是得到了美联储某个官员透露 所以美联储释放了一些信息然后释放到市场上 然后让市场去消化 那么当初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我也觉得非常的离谱 但是我今天回过头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看这个数据了 我今天回过头再去看这一个数据的时候 这一个数据反映的就是那天新闻里面说的 美联储在接下去的三次联储会议 五月五月份六月份和七月份分别加息 市场最多的人分都认为分别加息50个基点 然后再接下去的三次会议九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各加息25个基点 那所以总共接下去六次会议可以加息225个基点 就可以把这边50个基点的一个上区间直接带到年底的一个275个基点 那么所以那条新闻的话已经完全反映在市场里面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再看绿色这条线回到这边 我们再看绿色这条线十年和三个月美债的一个利差 那么因为三个月其实反映的就是未来三个月 美美就美债的一个利率会可以在哪里 但是我们知道未来的三个月可能只有五月份和六月份 美联储可以加息最多的话他们加息 每一次每一次会有五十个基点 那最多就是一百个基点 那么那就是从现在开始的话 就是一百二十五到一百五十个基点 那么但是三个月到期的这一个美债的一个利率 完全是跟不上十年美债利率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速度 这也是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绿色这条线 十年美债和三个月美债的一个利差 它是在上升的 对吧 因为你三个月的一个美 简单来说就是你三个月的一个美债 你不可能去反映六个月之后 十二个月之后 那美联储的一个隔夜利率可能到哪 那所以比起二两年十年美债利差的话 我并不觉得绿色这条线是更好的反映了市场的一个预期 我觉得两年十年美债利差更好了反映了市场的预期 对吧 因为你三个月美债的一个利率 你没办法去反映六个月之后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 那而我们知道股市的话都是向前看的 那起码股市的一个踏钱的一个就向前预测的一个节奏 起码在六个月到九个月或者六个月到未来的一个一年 那么而这绿色这条线的话是反映不出来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好吗 那然后进入今天的一个整体 今天主要想说一下 那在未来的几天就到月底之前啊 那么市场可能存在了一个风险啊 主要今天的一个事件是什么 今天其实有一个事件就是日元的话暴跌 那为什么会进行暴跌 因为在全球整个市场开始紧缩 全球央行开始加息的一个节奏下 那日本的一个央行继续选择宽松的一个政策 包括继续选择 YCC就是对利率曲线的一个控制 并且他们承诺无限制的购买日本债券 一定要把这个利率的话压在一定的一个区间之内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鸽派的一个态度 全世界现在可能最鸽派的一个央行就是日本央行 好嘛所以啊大家想要去了解整件事情的一个前因后果的话 可以去关注这个推特上可以去关注这个人 叫western nakamura啊推特的一个账号的话 叫across the spread啊 首先啊他的一个观点建立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之上 这个基础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础 那就是我们知道最近很多年了 从零零年开始啊 日本央行的话就开始进行qe 然后日本央行一直把自己利率压在非常低的一个低位 那所以日本央行他们如果要去找一些已有的要去投资的话 他们会选择买什么 他们会去选择买美债 那么因为美债的一个利率比日本的日本国债的利率要高很多 那么所以变相的或者说一个结果的话 就是日本政府成为了美国政府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债券人啊 如果大家还依稀记得的话 在可能两三个美联储会议之前鲍威尔也说过 为什么美有人问他为什么长期美国国债的一个利率那么低 鲍威尔说有可能会有国外的一个买家 那么导致了长期美债的利率压在一个低位 那么而这一个买家是谁 这一个买家的话就是日本的一个央行 那么所以啊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就是他觉得长期美国国债的一个利率 不单单是美国本土之内的一些通胀啊 一些经济情况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外的一个买家 而这国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买家就是日本的一个央行 所以日本的一个央行其实是决定了美国长期国债的一个利率 到底可以去到哪里或者低到哪里或者高到哪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的话信息挺多的 一共里面有两条线和一个区间啊 第一条线的话是白色的 白色的话是日本十年的一个债券 然后红色这条线的话是美国十年的一个债券利率啊 它的一个价格的话并不是现在当天的一个价格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十年美债利率这边才1.9792 今天收盘的话应该是十年美债利率已经到达了2.4了 那所以啊 然后这个区间什么 这条黄色的一个区间就是那么 BO结的一个YCC就是那日本央行的一个利率曲线控制 EO Curve Control 那么什么叫利率曲线控制呢 就是从央行那个角度来说 他们去控制这一个利率可以涨到哪里 然后或者说可以跌到哪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白色这一条线 基本上都是走在这一个黄色区间之内的 那特别是很多时候进行利率曲线控制的话 他不会让他突破他一个上区间 那为什么主要还是日本的央行 希望把利率控制在一定一个区间之内 包括希望把利率压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区间 为什么 因为那么他们想要刺激经济量化宽松 非常简单 QE 那然后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 一共有两次 这一个黄色的一个区间的话是开始扩大了 第一次扩大是在二零一八年的二零一八年可能六七月份的时候 黄色的区间的话变大 然后第二次的话就是在二零二一年的这一段区间的时候 黄色区间的话也变大 那为什么要变大啊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日本的一个央行他们控制不住整个市场上的一个卖盘 那我再说来就是整个市场上的一个卖盘 卖盘的一个波动率比日本央行的一个可控的话更高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日本央行需要给整个市场更大的一个空间 让整个利率的话在这个更大一个区间里面的话去波动 那从另外一种角度的话 你也可以说日本央行他们对于这个利率曲线的一个控制的话 并不是永远都是成功的 他们一直是失败 可能说以前的话已经失败过二零一八年六七月份的时候失败过一次 所以他们被迫扩大这一个空间 二零二一年也失败过一次 也被迫扩大这个空间 那接下去问题就来了 现在的话日本的一个债券利率的话已经逼迫到一个上区间了 那所以啊星期一 那在亚洲的一个市场 日本央行连续干预了市场两次 从市场什么叫干预市场 就是在市场上的话去进行购入 购入日本的一个债券 那因为市场上有一个卖盘 有卖盘的话把这个利率又等于往上推 所以那日本央行的话就要去买 然后把这个利率的话往下压 那么然后在星期一 就我说的日本市场 然后在星期日本市场结束之后 日本的一个央行又发了一个公告说 接下去的三天二十九号三十号三十一号 他们会无限制的从整个市场上去购买日本的国债 那么所以他们控制这个利率曲线的一个决心非常非常大 这说明背后的话有非常大的一个卖盘在背后 那么但是风险在哪 风险就是在如果说日本的央行控制不住他这一个在上涨市场上的一个卖盘 控制不住上涨的一个日本债券的一个利率的话 那么那就那就会直接导致他们可能把这个黄色区间的话再扩大 那么而如果他们把这个区间再扩大的话 就意味着日本十年的一个债券利率要往上涨 那么从这张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那如果说白色这条线往上涨的话 红色这条线往哪走 非常明显的这两者的话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正向观 这红色这条线的话一定也是往上走 那么而我们现在再回到整个美国的一个市场的话 如果说十年美债的一个利率也是无节制的在往上涨的话 对于整个股市来说的话一定不是一个小号消息 而且是接近于月底和接近于季度底 那非常有可能因为债券的市场的一个利率上涨 导致债券的一个价格下跌 导致很多基金公司选择去对自己仓位进行调整 或者我们说的一个rebalancing 那所以这一个风险是我们在接下去的三天之内 一个交易里面是一定要去关注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那马上就要到季度底了 我不觉得现在是我们应该去take risk的时候 起码这一个风险 我觉得是非常实在的一个风险 如果很多小伙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 那我唯一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去take风险 那可以去降一些风险 或者说完全是暗兵不动 但是一定不要去take风险 那前面说到rebalancing 然后现在看一下啊一共两条线啊 白色这条线是债券的一 今年到现在为止year today的一个回报啊 蓝色这条线就是标普五百啊 所以标普五百的话 ytd就是到今天收盘啊是负的百分之四 然后债券的话是负的百分之六点七二 那么暂时来说的话 债券和股市到今今年到今天为止 ytd的话都是在下跌 而且这个下跌的一个啊差距的话并不是非常大 所以感觉上并不会有非常大的一个rebalancing 但是如果说接下去几天 比如说股市的话继续往上升 然后债券美债的利率继续往上升 导致他们价格继续往下跌 这一个差距拉大的话 那就增大了月底或者季度的机构 进行rebalancing的一个可能性 那rebalancing的话就会造成短时间之内 会对于美股来说的话 会有一股下跌的一个压力啊 最后的话我想和大家再说一下一个index move index 以前我和大家说过我们都知道vix 那么vix的话 他其实就是整个美股的一个波动率 而vix越高的话 那就代表最近美股的一个下跌的压力的话就更大 那或者说越大啊 然后move index的话 他其实说的是整个债券的一个市场 那么他衡量的是整个债券市场的一个波动率 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在债券市场波动率比较高的时候 然后对于美股来说的话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那我这边用的是零七年到一零年 就其中包括了零八零九年 vix啊move move的话是这条白色的线 move这个非常大的一根那上涨 就代表美债市场的一个波动率什么波动率上涨 而美股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蓝色这条蓝色的话是ndx 那这两者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负相关 然后白色这边的话 在零八年这边的话是从直接从move的话 直接从一百涨到了两百五 那么然后二零二零年三月份啊move index 直接从六十涨到一百多 然后回调上超过一百 然后回调直接一波去到了一百六 这一段时间的话美股的话也是下跌的 那么最后的话就是我希望大家要注意的是 我现在看的是二零二一年一直到今天为止 就今天收盘为止啊 白色这条线move index啊 前段时间其实是破了一个新高破到一百四 然后最近这两天的话 这个move index仍然在继续上涨 今天收盘的话将近要收在一百三 但是这一段时间的话 纳指反弹的非常非常好 那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一些美股比较 涨的比较好的一些时候 或者说包括其他一些大牛市 伴随着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债券的一个波动率 和比较低的一个vix 那我知道今天收盘的话vix是从前段时间一个高位 其实已经下跌了很多 今天收盘的话vix也是下跌的 那但是我希望大家看到我们要看到整个债券市场 现在的一个波动率是在一个相对来说 其实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甚至于有可能去破新高 而破新高的一个契机 非常有可能是日本的一个央行失去了 对于他们利率曲线的一个控制 那么而如果日本央行失去对于他们日本国债的一个控制的话 非常有可能会导致美国国债利率的一个上涨 非常有可能就会导致move index他一个volatility的美国债券的一个volatility继续上涨 啊但是伴随着这种move index的一个上涨 然后伴随着股市的一个上涨 这一种股市的一个上涨 对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并不会非常非常的舒适 所以我仍然会选择 我也建议大家去选择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 去对待起码接下去的三天 就明天开盘二十九三十和三十一日 那我知道今天说的内容可能啊又有一些比较难懂 因为多数的都是偏债券市场那一块 但是我们要知道债券市场和美股的话永远是离不开的 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债券市场给我们给股市一个信号 那么也许一开始的时候股市可以选择我不听 但是到最终的话都是债券市场赢过股市 那么所以我觉得最少和最基本的在接下去一段时间 我们应该保持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 仅此而已好吗 那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下面给我留言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